謝謝習總書記 我們各位先生女士 各位媒體 朋友們大家好 今天非常高興能夠有這個機會 第二 建議習總書記 有這麼一個談話的機會 回復過去 確實 我們兩岸關係從緊張貴力 歷經 擴折 到外向和平發展的願意 其實這一切都因歸功於貴我雙方 在1992年達成的共識 並且以求一中原則之同 存一中禪禮之意的智慧 維持了兩岸互信的政治基礎 才會使兩岸制度化協商 不斷地往前推進 天理的九二共識 這個政治基礎 兩岸關係就會溝通中外 再現相局 這是兩岸人民身體的憂憾 等一件事情 我們認為 為了兩岸人民的負責 關於經濟發展 社會互動 文化的傳承創新 青年的前途開放等我們的交流 以及財商財收等權益的保護 我們應該持續前進 但是目前官方溝通的管道解決 因此本黨責務旁在將協數民間 透過我們國共兩黨的溝通機制 解決相關問題 為爭取人民權利 而竭盡心理 兩岸和平是人民安身立命之所欠 所以中國共同黨在今年 我們通過一個新的政權 我們堅決以造福人民的合同政權 來對抗台語黨黨 我們積極扮演推動兩岸和平制度法的角色 探討以和平協議 結束兩岸敵對狀態的可能性 我們強調 在深化九二共識的基礎上 消除引台語分離主義 引發的危險動作 維護好不容易創造出來的兩岸和平 維護好不容易創造出來的 國民黨雖然現在 成為在野黨 可是我們沒有一刻忘記 在兩岸關係中的使命 我們更願意堅定不移 奮鬥不懈 積極展現本黨在兩岸的政府力量 我們秉持追求民主 堅持公義的台灣價值 以及逆境向上奮鬥不懈的台灣精神 不論 眼前本黨的處境如何的艱難 我們力求維持台灣的冷定 堅定維護兩岸政治和平 經濟發展 跟人民福祉的立場和態度 我們也不敢 我們能夠理解 也感受到 總書記您對於目前兩岸關係形勢的憂慮 但是我們相信 只要兩岸人民有同理心 在相互尊重與包容的態度下 我們絕對有智慧來解決兩岸的難題 找出一條正確的道理 並共同同揚揚中華文化 為人類的文明跟世界的和平 做出偉大的貢獻 當然 這個造福人民的偉大志願 必須由兩岸攜手合作 共同完成 所以期盼 國共兩黨一起成長 立在方在 公在千秋的神聖使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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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了吃了 先來看看